今年38一直在创业 就一直在创业的过程中呢 就把自己给耽误了 我自己是很能证明的 从30岁开始就收入 大概就是700个以上 到1000多个 反正一直都是到现在 1号 1号现在是3到4个小目标 有小6岁 他家里面是好像是超级大苹果 然后呢 他这个钱呢 就是他这个米呢 应该是个白手套 就是他是个白手套你知道吧 联系了一年 但是都是在网上 因为我是在海外 我们中间就断联两次 但现在呢 他又跑回来找我了 就说想要往那个 北城里面去去去走 你们俩见过吗 没见过 你们俩都见没见过 你就聊这种天 这聊得下去 对呀 你这不聊了个啥 拿诚意拿诚意 你也不要多了啦好吧 你就是有这么大的身家的话 你让他拿诚意吧 你让他先拿个200吧 你说我也没有太高的要求 你说这样吧 你说你先 你说你先给我送一个钻戒 我看中的钻戒 武克拉 最顶级的 200万 第二个人呢 他就是是个 就是在美国出生的亚裔 然后呢 和人民币的话 身家应该是差不多11个小目标 然后比我大三岁 那这个人呢 我们是经常见面嘛 他是个超级工作狂 就很忙很忙 但是呢 就是我给他打电话呀 那个视频啊 这些都是可以接 我金贵的关系我都学过 然后 金贵关系 好像用他身上 好像用不了 你是哪个点位 哪个点位 说说说说 说具体困难 具体阻碍 好像不是提米的那种人 你提过吗 怎么提的 我就没没提过 没提过米 你没提过 你扯什么蛋的 你跟我嘴 哎呦 你们好累呀 你们两个人 平常一起出去消费 是不是都是他消费 对 你正常到了节点呢 一些节日啊 这个那个都不都正常 该要礼物要礼物啊 那万一他 他要了之后 他说 那我要找这样的 要礼物的人 多的是 他为什么会说这样 你为什么会觉得 他会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觉得 我 就是因为他们的想法 你试过吗 没试过 那不就结了吗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我们没有 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东西 你们没有发生过任何东西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多久啊 有没有确认关系嘴巴 嘴巴上 就是算是吧 他有有想进一步的意思吗 有 有啊 你都这么大了 你要谈个恋爱 你就该干嘛干嘛呗 你该有什么有什么呗 然后两个人感情拉动的情况下面 到了一个节点的时候需要一个礼物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男人的优点跟缺点不是靠你想象与构思出来的 是靠储出来的 每天站得很远很远看 对吧 每天站很远的观察 你看 这个男的有没有诚意啊 这个男的真不真诚啊 这个男的实不实在啊 这个男的愿不愿意付出啊 这个男的善不善良了 你去储大姐 你储了你也不吃亏 你不掉块肉 你就去储 你不要觉得自己 还我很守真姐 你那三十八岁了 还守 你守成十女了都 先去储 储了你就知道了 我该开口该开口开口 该引导引导 遇到事儿了 看他怎么解决 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找动态平衡 你就知道什么样的人能要 什么样的人不能要 每天站在外面看 站在外面看 那能看得懂 那怎么看得懂呢